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完了 这跟媳妇感情真好 这到地方了就先打电话汇报 你不知道 我媳妇那个人啊小心眼 她要直到公司安排我和一个女同志出差开会 她肯定给我鸡眼 我没敢告诉她 女人嘛 我理解哥 她这些也是关心你的一种表现 你这么来 我给嫂子打个电话 我跟她解释一下 你别打 我刚说我没告诉她 你给她打电话 怎么呢 我过得好你来气是咋的 我挺高兴 我没有 我挺高兴 行了行了 高兴就好 咱俩赶紧办理入住吧 我还得跟我媳妇视频呢 您好 欢迎光临常来酒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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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定的房间 麻烦帮着办理一下 好的 预定人姓您 姓高 定了两个单人间 好的 没问题 我帮您查一下 好的 您就是高先生啊 您怎么才来啊 这跟你预定时间 满了三个多小时 不好意思了 我们飞机晚点了 这你们这电话呀 打也打不通啊 飞机上面手机关机了 这多亏我在这 你看 这兄弟多好 多亏他在这呢 要不这房间呢 还给你们留着呢 不是 什么意思 我给卖了 你给卖了 对呀 你们不是过来取消预定的吗 什么取消预定啊 我取消预定打电话不就取消了吗 我还来这儿喊呀 那赶快打电话吧 快点赶紧打电话 我打什么电话 我打电话呀 我俩就是来办理入住的 哥 你这么的 你也不用吵了 他也不用喊 我来说 小伙子你长得真精神 你好你好 你好 请问咱们酒店还有房间吗 有的有的 你看哥 人家还有房间呢 你吵着啥呀 那这样啊 小伙子 你再帮我们开两个单人间 不好意思 我们就剩一间大床房了 你再说一遍 一间大床房 就剩一间大床房 咱俩怎么做 咱俩怎么做 一间大床房 你还不敌我呢 什么我来吧 我来吧 我们俩是同事 就剩一间大床房了 要还是不要吧 一间大床房咱俩住不了 怎么又一间大床房 咱俩要是这个 人家的 我一会儿啊 把行李放在房间里 跟我媳妇试个瓶 然后我出去啊 找个澡堂 对付一宿 你今天晚上在这住 哥 那你看这样你多委屈啊 没事 我委屈点没事 行 那你就只能这样了 行 别说话啊 我媳妇来电话了 去 喂 媳妇 你怎么还不好心情呢 那什么 酒店的前台呀 业务能力太差了 到现在还没给我办完呢 麻烦你二位出去啊 审便证 你二位 你不告诉我 你吗 这个您二位是怎么回事呢 是零二位 这人太多了 别急我呀 别急我呀 你什么 你看这人太多了 我等位呢 零二位到我 媳妇你别着急啊 以后到房间 我就给你视频啊 蒙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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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 赶紧给我办理 好的好的好的 高海龙 这外地怎么还能破造熟人呢 这时候知道我俩开一间房 还解释不清了呢 高海龙 谁是高海龙 不好意思啊 认错人了 你长得太像我一个同学了 高海龙先生 您的身份证 这不高海龙吗 你跟我俩说啥晚上跟你 咋的不认识我这老同学了 常来 咋不认识你那老同学 你看 我都转过去了 咋把我认出来的 你这话说的 我从小学到初中 在你身后坐了九年 你刚才不照顾那一下 我都没敢认你 你看看你看看 原来一样 一点不嫌老啊 我要知道我转过去 你能认出来 我就正面对着你了 那什么你咋在这呢 啊 这不是吗 常来酒店 我开的 啊 这么个常来啊 我说这酒店 这名气的 店我都开好了 咱上楼吧 嫂子 不是 不是 什么不是 嫂子 咱俩没见过 第一次见我这么的 不是 不多说了 你俩结婚没去上 但这礼钱 来 我必须得补 来拿着 不用不用 什么别死呗 不是给你的 不是 这衣服 都好了 你看 这钱 我拿着不太合适吧 行啊老高 我这一看 在家你一管钱呢 比我强多了 不是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是这样的 我俩呀 是同事 同事啊 同事能在一起 就更不容易了 你看 这还有共同语言 没事出差啥的 还能在一起 你这工作服 穿的一个情侣装 这多好啊老高 我让人羡慕了 行了行了 我也不给你解释了 那啥 既然酒店是你开的 我求你个事 我们俩飞机晚点了 定了两个单身间 行了 你不用说了 那个小飞 你好老板 你给我同学 他们开的什么房间啊 他们二位开的是 一间大床房 胡闹 怎么能开这个房间呢 对呀 我俩不能睡大床房啊 就是 你赶紧给我退了 赶紧退 换成我预留 那个蜜月套房 好的好的 哎哎哎 什么 错了错了 不要蜜月套房 不要蜜月套房 哎呀 你跟我客气什么话 你瞎客气 不是 要我说 你别着急走 在这多住几天呗 随便住 不行回家把东西拔过来 散着过 行不行 你这么来 好够啊 我就不跟你俩客气了 我那边还有一帮朋友 我过去招待一下 啊 小飞照顾好啊 哼 别管了 赶紧呢 办礼吧 我还得跟我洗个视频呢 我来到 我还得跟我洗个视频呢 分手一年了 我怎么能在这儿遇见他呢 也不知道他还恨不恨我呀 好久不见 是啊 听说 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 啊 没有啊 不是我说的 亲爱的 我女朋友 哎 哎 啊 啊 啊 是我 你还是一个人呢 我 啊 哎 我我我不是 来来来来来 我是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的 带爸爸出来旅游 叔叔你好 哎 不是 不是 谁谁家孩子这么懂事 不是叔叔 这是老公 这老公长的 真像老公公 不是 不是 什么老公老公公的 什么 高哥 这是我前男友 你先来装一下我老公啊 哈哈哈哈 啊 明白了 我是他前男友 不是 不是 老公 我是他老公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呦不是 我俩特别恩爱 怎么着 哎 哎 哎 你看 行 看来我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啊 嗯 宝贝 人家脚好痛痛哦 你背人家好不好吗 来来上来吧来 妈呀 老公 我中风了 动不了了 快点抱我 不是 中风还抱啥呢 抱120嘛 他这是要讹你 咱俩赶紧撤吧 是啊 这一年不见 咱病成这样 解了吧 人都走了 谢谢你啊 哥 谢谢大医 哎呦 我需要电话 喂 喂 媳妇儿 李烈 哎呀 老公我又疯了 大哥 之前我对林林不好 现在 有你照顾她 我就放心了 啊 看到你们这么恩爱 我感到高兴 祝你们幸福 再见 好可爱 媳妇儿 你听我给你解释 高先生 您和你爱人的密约套房 已经为林办理好了 媳妇儿 你这房卡送的也太是时候了 谢谢您的夸奖 这是我应该做的 哎呀 那个哥 你看 嫂子是不是生气了 你是不是应该先下去 哎呦 累了累了吧 给我累了吧 对不起了 对不起 怪我了哥 太太对不起了 不怪你 这个事我有责任 你说公司 安排咱们两个出差开会 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 那你都知道正常 你就跟嫂子实话实说 我不是怕她小心眼 不敢告诉她吗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我怕啥呀 我行的正坐的端 我脚外不怕邪正 我怕啥呀 哎 哥 那是邪正不怕脚外呀 那不一样吗 行了 走 走 来来来 美女朋友这块酒啊 这就是我们酒店的大堂啊 哎 刚好 我们这有一对新入住的新婚夫妇 我们采访一下他们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老高啊 那个媒体采访帮我说点好话啊 咱俩可不认识啊 猜 来来来这边请来来来来 来来来 先生你好 别拍别拍 哥 别等他问你 我来跟他说 今天的事我有责任 听我说 我告诉你们啊 我和这位高先生 我们两个是同事关系 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工作的 是 是为了明天开会的 是 但是 我呢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的手机号码是1399834 别说了 打过来 我说 媳妇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公司呢 派我和小万 我们两个人来出差开会 怕你小心眼 没敢告诉你 我跟你道歉 也请你能够原谅我 夫妻之之间呢 应该多一些信任 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猜疑 小万呢 这个房间 你睡吧 我出外边 对付一宿 我还得给我媳妇视频的 哎 糟哥 你看咋还走了 咱俩换个酒店住不就行了吗 哎呀 我的天啊 笑什么玩意儿啊 那整傻屁了 哎 老板你看是不是这么个站儿啊 我们有一间 音乐套 有一间大床 这两间房间够啊 他俩还跑了 你吵吵 哎呀 可不是咋的 老公 你回来 我这房间够 够 够 好嘞 好嘞 好嘞